今天我们开放麦聊一聊旧金山学区罢免教委的事情 首先恭喜两位参加这个运动的Ann和Selena 在镜头左边是已经上过我们开放麦节目的Ann 右边是Selena 她们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恭喜你们 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胜利的喜悦吧 昨天其实我和Selena两个人都是在投票站工作了一天 然后到了晚上我们才知道结果 到了八点多钟才知道结果 然后当然是非常非常高兴 Selena你说呢 感动得快哭了 因为昨天在投票站的时候 还是很多华人的选民 他们进来问怎么投票怎么登记 非常紧张 因为这是他们来的三分市 居住了三十几年 以后第一次登记投票 可能那个登记表格来得比较有点迟 所以没有在那个roster上面 他们特别紧张 我看到他们紧张我也跟着紧张 但是没事我们可以用那个professional ballots 所以其实呢 那个比例可能会更高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 因为证明我们华人 我们中国人终于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参与 以后我们城市的计划 规划 还有更多的东西 我跟观众稍微介绍一下 他们所在的这个组织 以及和很多其他的草根组织 因为旧金山这个校区 在疫情当中 在大选年的时候的一些选择 他们的做法 比如说要更改学校的校名 然后要取消一些择优录取的一些标准等等 引发了家长的巨大的愤怒 大家真的觉得必须得把他们罢免 那有三个校委刚刚好符合罢免的这个期限 所以他们这些草根运动的志愿者们 就在地头上 在街头上 在各种各样网络的空间 想办法去首先把他们的罢免的这个事情放上选票 我据说好像这个是旧金山 40多年来 头一次的一个罢免的特别选举 对吧 然后我看到这个结果 现在是三位被罢免的学区委员 投票率差不多都是78%对21% 就是赞成去罢免的 占了七成到将近八成 第二名的洛佩兹 投票罢免他的74% 第三个这个Moliga先生也有71%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压倒性的人们的一种民意的表达 是吧 你们再分享一分享 就是说你们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彻底的胜利吗 有没有预期到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和Selena都都在罢免就是选举日之前 我们两个人都还挺紧张的 然后我们还前一天跑到那个日本城还去摆摊子 就是觉得不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公布之前我们不能停 一定要继续争取每一票 我其实我是有想到 因为我自己有出去做outreach 我有每一户人家我都派传单去跟他们谈 所以有跟我谈话的那些居民 基本上都是投资赞成票的 然后有一些人不知道 那我也尽量跟他们鼓励 所以我大概有猜到我们会赢 但是赢这么多天差地跌的percentage比例 我是没有猜到 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现在很想知道有多少华人的选民参与了这一次的投票 所以希望很快就会知道 对 我们会首先就是昨天有些人投票 provisional ballot应该还没有在这个统计的数据里 接下去两三天三四天就会公布出最终的结果 然后就会被certified 那时候我们拿到的数据就可以分析一下 看看不仅是华人用这个要求中文的选票的这些人群 还有比如说我和Selena都没有要求中文的选票 我们都是英文的 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可以通过性和出生地什么这方面 真正的去再进一步的研究是多少华人投票了 所以这个应该在接下去的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些数据 我相信这些所有去这个provisional投票的就一定是投yes的 对吧 否则的话人们don't even bother 他干嘛要花上这个心思呢 也不一定吗 因为非公民投票这一次只要你有学生在校区里面读书就好了 所以在美国的特别在上方是这个melting pot 就是一个熔炉 对不同族裔的熔炉里面 不只我们华人还有其他的人 他也是非公民 他也有投票权 所以这个当初我们并不是说只会是我们会使用 其他人也会用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想到什么去做就好了 只要以后不后悔 我们试过 尝试过 有做过就好 所以我和安我们都是比较 我们也用时间去想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 希望出去行动 我们是行动派 我们两个人都是行动派 我们想到就去做 我和安上次也是说 我们去 我们就是 the day before 就是前一天 就说我们想去日本整摆个摊子 然后安就说 好啊那去啊 那我们就去了 我看一下那个统计的这个票数 基本上是说 比如说投高利斯 Collins的 投yes的是9万3千票 目前统计的 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完全统计 投Node大概是两万四千多票 加起来大概十一二万的投票的人数 那真正符合投票的资格的居民 大概有多少 也就是说投票率大概有多高 好像所有的注册过的选民是五十万 所以十几万其实才百分之二十多的人投票了 算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需要提醒的 这是一个special election 是一个特别选举 它是在off the cycle 以前的经验来说 基本上都是比较少一些人会参与的 我想现在特别是疫情中 可能有的人就没有太乐中 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比例 还是蛮高的 还是蛮高 而且那个票还正在跌嘛 没错 我倒觉得确实是对一个这样的特别选举来说 这样的一个turn out也不算太差 就是这again 我相信跟你们的这些努力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也看到旧金山市的市长London Breed 基本上是在第一时间就发了一个声明 然后他讲到就说 这个选民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说校区这些学间学伟们 必须在聚焦在这一个最基本的 应该如何去把学校运营好的事情 above all else 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去virtual signaling 去表达你对其他更广泛社会议题的一个意见 然后去获得政治资本 你就专专心心的 把这些家长和学生们服务好 我相信这个也没有什么 反正非常的认奋人心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接下来这三个被罢免的教委 他们谁会替换他们呢 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信息 我们知道肯定是市长会去认命 对吧 你们有听说过一些风声吗 应该有挺多人都在给市长提名了 这个具体但是已经有应该有几个月了 有三四个月人们就开始给市长提名了 具体什么人的话得问市长身边的人了 因为这个罢免其实上一年二月份就开始了嘛 那我想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警惕 比较多一点 就到后来的这么多个月 就上年到今年就差不多一整年时间 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改善 没有任何的改变 有这么多的机会 他们也没有去做 其实这个疫情之中呢 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给他们去改善 他没有 他继续错下去 然后我想呢 那个三方市长呢 三方市的市长 他应该也是已经有预想说 因为这个你基本上从你出去三方市 你跟每个人讲话 基本上大家都是赞同罢免这个校围的 所以不可能他没有做准备 他应该是有准备 但是有没有能选 到时候是什么能选 我们还不大清楚 我们现在我们是想说 因为三方市华人比例这么多 可不可以让我们亚裔和华人社区的代表 上去做这个校围 因为谁会比我们华人更清楚 我们应该要怎么教小孩 怎么教育呢 要是我们的小孩可以教成成功的例子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教导其他的小孩 也成为更好的学生不是吗 我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经验 但是据很多其他的朋友们分析说 这三个里面应该有一个是华裔 有一个是西裔 然后第三个最好是其他的亚裔 反正如果是白人男就不要想了 对 谢谢安 我自己本来我是觉得 如果可以 我们想要三个都是华人 要是可以的话 大概不可能 不太可能 一个最少 两个有可能 三个不可能 其实我倒觉得 他的足以真的不是特别特别重要 而是说 首先他的理念得和我们差不多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三番市罢免教委的事情 看起来只是一个很区域化的 就是好像一个市里头的一个学区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也不是的 我在推特上看到著名的右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的pundit 她是一个意见领袖 叫Ann Kotler 她是实际上在2020大选之前 她甚至在很多年前就预测过川普入主白宫这样的一个事情 她当然是很受左派的痛恨了 但是她就把这个事情发了一个推 她说 你看 人们对一些基本的权力的这种意识开始觉醒了 不要去惹家长的麻烦 不要一直推进你们的批判性种族理论 你不要去试图用所谓的平权去搞乱已经有的一些教育的这种体制 其实我看这个三番市的市长在后面有几句话 他写的我觉得意味深长 我简单的口述的翻译一下 就是我们虽然旧金山市是一个可以 我们也相信应该有一些崇高的理想 believe in the value of big ideas 大的一些愿景 崇高的愿望 向着那个至善不停的往前走 向着更好的方向往前走 但是同时 这些想法必须在构建在一个政府能够把基本的事情做好的前提之下 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真的太好了 三番市的现在的问题更多的就是大爱大爱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 街头已经百孔疮是吧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显现了 连人们基本的生存 这么多人无家可归 然后学校不能够满足家长的一个基本的需要 然后他讲到就是说 我也忠心的去认可那些所有为这场搏斗付出的这些家长们 因为他们在为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在打这场仗 那就是他们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有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 你们有没有听到其他的一些家长 对这个结果的一些反应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我们的孩子应该还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其他家长在我们这两个月之中 在这个社区外展工作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不太知道忙啊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觉得到最后这两天好像不光是微信上 或者是街头上 人们被动员的越来越多 然后自发的来问我们怎么投票啊 哎呀我是不是不能投了 就是刚开始两个月 Selina是不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要说一堆 哎呀说服他们到最后这几天最后几天 很多人都在问真正的怎么来操作 怎么来投票 因为他们缺乏根本基本的 比如说要填那个圆圈要填满 不是打叉也不是打勾 就这种很技术性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他们真的认真的要做了 怎么做呢 所以我看到这个非常高兴 对我们家小孩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参与不同的家长会嘛 然后他们也听到 因为就是一直开会 有的时候就每天都要开一场会 就不同的家长那个 所以我的小孩是常常会哎你今天要开会吗 就是他们过来看一下要开什么会呢 就大概因为我会我会我不是用 everyphone听 我会放在speaker 那他们也听得到 因为这是他们的未来 我只是我只是一个代表他们的声音 所以我需要让他们参与其中 所以我们的 我们小组里面 其实呢 是有很多学生义工 他们有参与 你如果看我们的 那个扩展工作的话 我们是有学生来参与 然后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他们的声音 他们讲的一句话 比我们出去讲一千句更有用 这是影响他们 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Civic Education 一个公民的教育 你要为自己的事情负责 你要为自己的权利去发声 那我想跟你 问问你们分享一下 以下任何方面都可以 你们到底觉得说 作为一个在这个运动中 比较积极的一个一份子 你们到底花了多少的功夫 每个人 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印象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非常极端的 比如说谁某某某 他花了多少的功夫 然后在整个的这场运动里头 你们觉得最困难的 甚至说觉得最黑暗的一些时光 或者点在哪里 就是是不是也有过觉得说 哇这个事情能成吗 这样的一些疑惑 那最后这个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主要归功于哪里 哪些地方做对了 然后这些经验 也许可以借鉴给其他的一些华人社区吗 请 不是如果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曾经有朋友问我 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罢名上面 我说我现在等于全职工作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起码是真的全职工作 在做这个事情 嗯 每个礼拜三四十个小时吧 如果用这个数字来 那这个这种状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也只有两个月 因为我们12月中这个工作组才 才建立的 三个月 三个月 对吧 因为把这个放上选票本身 就是已经是一场巨大的战斗了 对对对 从去年二月份到九月份 收集签名这部分 我不知道Selina有没有参加 我没有参加 但是那个就花了很多时间和钱 去收集每个人八万多的签名 才放到这个 才有个选举 这个可能 然后我本人是十一二月份才开始 参加这个运动 Selina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所以我是 我说一开始就开始吧 因为一开始 这个Facebook上面 我们是有个小组 就是 当时的华人还没有参与进来 就基本上是推动 其他会英文的 组织就是Altum还有那个Siva 他们当时就推动了这个Recall 但是这个Recall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 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警告 就是想推动改革 就是让那个校围 听到 听到家长的声音 还有这个社区的声音 让他们去改善 所以 其实刚开始 并不是说真的想要罢免你 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个意愿 你要去做改善 但是他们没有 所以当时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组织是有想说 诶 那我们应不应该再推 然后 我就说 那 那要推啊 为什么不推呢 那我们给他机会 他可以一边改善 那我们 不可能说停下来 等他几个月去改善 我们一边还是要 要开始做工作的 所以收集监民那些 我有参与一点 但是大多数是其他家长 还有义工 还有更多社区人士 他们有参与这个收集监民 然后当那个收集监民的时候 人家就说 你们都是共和党的 你们都是一批 超有钱的人士 那个黑暗力量在后面推动 然后这就 常常会被人骂 就就有 刚开始很多人误解 就觉得你们就是一些 激进分子什么的 所以你要 你在街上收集监民啊 或者要鼓励别人之后 你可能会受到打击 可能会 人家会骂你 人家可能会 会 会就是 怎么说呢 就给你不好的颜色看 但是你要 你要相信自己 所代表的事情 是做的对的 那我就一直推一直推 也有就是想过说 应不应该 因为11月份 要重新选了吗 就很多人就觉得 这会不会浪费 金钱 因为你可以再等啊 等到11月份不就好了吗 干嘛还要浪费钱 去推动这个罢免 但是问 所以当初也有讨论 但问题是时间 时间 是可用金钱计算的吗 就是上一年 2月份开始推动 到现在已经一直能 一整年时间 现在到11月份 又是一整年时间 我们的小孩 到底还可以再能受多少的伤害 不要说小孩 就是我们家长 我们打电话进去 每一次参与这些校围会议的时候 就是5点到11点晚上 或者有的时候到12点多 最夸张一次是 差不多到凌晨1点多 就是要参与这个学区的那个讨论 因为这关乎到我们的小孩 就为了等那个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家长第二天也要工作 小孩第二天也要上学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再能受伤害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domestic abuse 我觉得就是一个家暴 就是校围家暴我们 我们要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是要等吗 还是应该要说出来 去反抗 所以我们就选择去反抗 其实想一想这个 真的代价也是蛮大的 这么多人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就是要一个常识的回归 这想一想也是 有时候好像事情 你想直时让他保持正常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是觉得 也许经过这样的一次胜利 希望 就是特别是旧金山的很多 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的人 不要一味的觉得说 我就保持一个好像进步派的姿态 然后我上去之后 我朝着自己的意识形态狂奔 无视现实 我要无视其他的这些人的 一个基本的需要 就觉得我最崇高了 我有理想 所以你们这些东西都可以靠边站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非常的骄傲高兴 其实也非常感谢你们 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我想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次在旧金山动员 华人来投票 其实我们华人是向来 不关心政治的 也不发生的 然后忍又是一个 中国文化的美德 对吧 但是你忍了多了 人家就欺负你 爬到你头上来了 对吧 其实这次我们动员了 这么多华人 尤其是华人的家长出来 站出来 就是说真的我们必须发生了 不然的话 就是站在我们头上 已经欺人不尽的 这个忍不可忍了 那希望我们这次的行动和结果 带来给其他的华人 在美国其他的地方 华人也是一个signal 一个鼓励 说你们也可以 我们如果在旧金山 可以动员这些华人来参与 学区的事情 还是这个市政府的这些事情的话 那希望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 也积极地站出来 有梦想有 你想是一个好事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把它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上面 而且是不自愿地牺牲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有人觉得这个是个好事 但是不是 我觉得华人社区应该要把自己 你想帮人的同时 你需要把自己先强大起来 我们以往都是依靠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不应该自己想办法先帮自己呢 所以我和Anne 我们是希望这个华人的选民继续投票 不要为了就一次的胜利 以后就停止投票 因为这个是每一次我们都要参与的 这是我们的家园 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也有做出这个 我们也要做出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投票 投票不需要学历 不需要英文 你可以 就这就是你的声音 使用它 让别人知道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未来 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就是仰赖于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去自己去维护自己权益 去发出这样的声音 其实我觉得华人确实是在一些议题上 特别容易就突然之间 我们就爆发出来一次的力量 但是这样的动能经常就很容易就散掉了 我们很容易聚焦在自己孩子身上 然后房产的价格 如果有一些事情会影响我们房地产的价格 大家也就出来了 但是其实社会公益远远不止这些层面 其实我觉得说你们也最好 鼓励你们吧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力量 想办法更好的组织起来 甚至说形成我们社区里头更大的共识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少数族裔 然后又很多第一代移民的这种生活的艰辛 大家确实是很难以有一个这样充分讨论和形成共识的机会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又对于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相信也是我们有这样的对话 我们甚至有这样开放麦的节目 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愿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安和Selena 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给我们的信息 可以来讲 好的 再见